主料,面粉240克,鸡蛋100克,辅量,白糖200克,水150毫升,豆油,芝麻2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鸡蛋打散成叶,把面粉加鸡蛋叶和成团,把面团改成片,面片切成面条形状,在锅中烧热油,假如面条炸至金黄,粒油捞出, 将炸好的鸡蛋条白断,锅里加入白糖与水熬糖浆,将糖浆熬至,用筷子一条成水线状,加入鸡蛋条和芝麻干炒成粗,放进容器里压实,切换,亮了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最好不要太凉再切,会不好切的,喜欢的还可以加入其他果腐,也很好味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感谢观看